各位好,我是鵝肉麵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怕尷尬又内向的人 要怎么避免被陌生人害死 Let's go 陌生人是一个很可怕的生物 你们有容易被陌生人搭化的体质吗 大多数人被搭化不外乎就是被问路 不然就是Virgin的推销吧 虽然我身边有一些 连推销员都不想跟他讲一个字的那种 彻底绝缘体质人种 既然有这种所谓的绝缘体质 就有相反的超西末生人体质吧 我们以下简称它为西末体质 而我呢,不知道的是长相 还是某种奇怪的气场的关系 就是一个拥有极度爆炸西末体质的人 而且这件事其实让超怕尴尬的我 非常困扰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极限的路痴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就算要去开车两分钟就可以到的那种超级市场 我大概去了一年吧 还是每一次去我都会开一起导航 去了很多次之后就想说 嗯,可能这次不用开了吧 结果我没开 就直接迷路 然后花了大概半小时才到 总之呢 虽然是个路痴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问的话 就不会知道 就不会很丢脸 但是因为西末体质的关系 我这辈子被问路的次数 大概已经超过六百万次 而且每次我说 不好意思我是路痴 的时候 仿佛我都会再被命运嘲笑一番 还有大家应该知道 百货公司专柜的推销员吧 明明就是一整坨人一起经过同一条道路 但就是这些推销员就是完全可以 闻到我的恐惧一样 总是能在众人之中揪出我 并且把他们的产品送入我手中 同学,这个送你 送什么送? 这是盐巴 我要一摊盐巴在我手上干嘛 无法拒绝的我 一拿到手上之后就要准备花15分钟的时间 倾听我手上这盐巴 要怎么进化 以及柔软我的手 并且要进入另外一个 哦抱歉 我没有需要 的那种尴尬拉扯 西末体质让我百般困扰 还有就是大家知道 计程车司机其实就是 出了名的爱聊天吧 通常我只要一上计程车 我算过 大概0.07秒以内 他们绝对会开始跟我大聊 特聊他们的过去跟未来理想 我搭的计程车 大概十次中 有一兆次被聊天聊到下车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上车 那个司机就开始疯狂抱怨我 他儿子玩网络游戏的事情 哎 我跟你说啊 那已经不是他在玩网络游戏了 是网络游戏在玩他哎 跟毒品一样 好可怕 So scary 然后他说着说着就是整个着了魔 蛇跟子完全停不下来 然后手根本完全没有在方向盘上 然后都不知道他闯了多少个红灯 然后开始跟我匕首画脚 我真的是很想拿匕首画他脚 而且他就这么错过了 一堆交流道的出口跟转弯 导致我之后还付了很多钱 然后还迟到 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 每一次我心末体质迸发的一天 这个离奇的事件是我 至今人生中不解的谜团 我遇到了最恼人的两大妖魔 我都称他们为 莫之魔A 然后另一个叫做莫之魔Alpha 那时候我因为眼睛受伤 所以在看眼科 我在大医院的门诊外面 等我的叫号 我的眼睛痛到就是 我每一次眨眼 就像有人拿生锈的汤匙 刮我的眼球一样 但是旁人能看到的只有 就是我眼睛很红而已 此时 一位看起来很低能的大神 也就是莫之魔A出现了 跟我说 爸 你们看眼科 是不是因为你每天 对你的手机看我 我身子也是这样 小心 下要去 当下只想说 What the fuck 但是我当时眼睛真的很痛 所以我没有理他 去他妈的吸磨体质 总之呢 后来我看完眼科之后 去医院的楼下拿药 拿完药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有听到 药师跟我解释眼药水的部分 这个看起来非常低能的大叔 也就是莫之魔Alpha 走到我旁边说 你来看眼科 是不是因为你每天盯着手机看我 我身子也是这样 小心瞎掉 干你屁事 而且我到现在都还在怀疑 莫之魔A跟莫之魔Alpha 是不是其实是亲戚 然后他们说的孙子是同一个人 吸磨体质就是如此的不方便 竟然能在同一天 遇到两个同等级的疯子 我到现在都觉得 这件事不可思议 所谓酒病成良医 因为居如此类的 激发事情的关系 我已经成为吸磨体质的博士 Dr. Strangers 我花了60年以上的时间 研究读书专研 吸磨体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所以以下的出发点 来自饱受吸磨体质困扰的我 如果你没有吸磨体质 或是你有 然后你其实超喜欢 吸磨体质这件事的话 那你就看看就好 第一 外表 我说的不是好看或不好看 这么简单的东西 而是一种特别的特征 例如脸上有刀疤 手上有刀疤 屁股上有刀疤 头发上有刀疤 的人绝对不会有吸磨体质 陌生人是一种非常怕坏人的生物 而且吸磨体质能吸来的陌生人 通常都是年过半百的长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的经历就是如此 在某些长辈的眼中 你只要刺青 穿洞 染法 就是坏人三要素 他们觉得三者都有的话 连佛地魔都会怕你 当然我们文明人就知道 不可以以貌取人 有以上的东西都不能当作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的标准 而且其实我也蛮想刺青的 就像我觉得图片中的人 其实蛮好看的 总之有的话 你的吸磨指数就会大幅降低 然后其他会降低吸磨指数的 还有例如 墨镜 口罩 安全帽 刀枪等等 也就是说 如果你长得一脸人畜无害 你必须赶快想办法得到刀疤 第二 速度 你想想看 跟一个慢慢走路的人比起来 一个以时速600公里在走路的人 谁更容易被陌生人搭化 陌生人这种生物在跟你搭化之前 其实需要开很多前置技能 他们除了会好好观察你的外表以外 还会缓速接近你 不同等级的陌生人 他们的施法范围都不一样 等你被他们接近到施法范围时 早就来不及了 你必须更早察觉这些陌生人的接近 缓速远离他 使他的技能永远无法到施招范围内 这就是速度的重要性 第三 连接性 你要设法降低陌生人能在你身上找到能共鸣的东西 例如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带狗狗出门的时候 吸磨指数会暴增 没错 因为在陌生人的眼中 你从一个非常无聊的人类 越生成了带有可爱生物的无聊的人类 若是那个陌生人刚好也喜欢你带的那种生物 他就会大幅增加你被搭化的可能性 你如果怕吸磨的话 你就千万不要带宠物出门 除非你的宠物是真红眼黑龙 不过说真的 连接性这一点 诸如此类的事其实防不胜防 就像刚刚讲到的狗狗 如果其实那个陌生人他本来要跟你搭化 但他其实超级无敌怕狗的话 他也可能因为这样子而不跟你搭化 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哪个地方会跟陌生人产生共鸣 也许你真穿蓝色 他就跟你说 我的身子也跟你一样最喜欢蓝色 或者是 你穿蓝色 好像海 我喜欢海 我来自海里 等等之类的 所以也许裸体上接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西末体质分享 你有西末体质吗 很困扰吗 还是你很羡慕有西末体质的人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 大家记得明天要裸体上接